特首乘坐兩名有損毀身份的副商遊艇由澳門 受到立法會泛民、工黨和自由黨等多名議員懷攻 是令我們質疑在他們相處的時候 這批富豪有沒有明示或者暗示叫他放鬆些來查遷見 或者是收緊些對其他角色利益衝突的處理 這個這麼敏感的時刻 其實曾蔭權作為行政長官是絕對不應該跟兩邊陣營的人有接觸 在特首選舉期間他跟支持某候選人的富豪走在一起 更加被人的錯覺是偏袒某一位候選人 這也是不適當的 曾蔭權就事件只是打電話上香港電台 否認在遊艇上享受豪華款待 又說每逢接受邀請都會以市場價支付相應的交通費 沒有牽涉利益瓜葛 但泛民接受解釋 公民黨的湯家驊更建議加強情主機制 約束行政長官的行為 為自己解脫的說法是有點可笑的 因為他說的是一個普通道輪的費用 而他想享受的是一些非常豪華的郵輪的招待 兩者是完全不對稱 目前我們的法例只是有一個彈劾的機制 但是沒有一個基準的 我覺得作為特首 他有必要去訂立一種所謂憲制上的慣例 就是要跟公眾交代清楚 以及以他自己認為甚麼的準則是適合的 民主黨就去信特首辦 指曾蔭權可能已經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已經影響到政府的聲譽 要求他到立法會公開交代 但民建聯的譚耀宗就認為 特首接受商界朋友邀請沒甚麼大不了 最重要是保持中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